小琉球碼頭 擠滿祕密麻麻遊客 上百米人籠提著大包 小包行李幾乎快看不到地面 交通船斑斑爆滿 船公司不斷加開 這都是因為國慶四天連假 將近三萬人湧入小琉球 應該是兩人 但還不想回去 想在小琉球多晚幾天不回家了 但依舊發現 有人騎車還是不戴安全帽 不僅觀光景點百貨公司 也擠滿人 尤其是美食街 先說的 你不用趕他起來 人家玩趕快而已 對 座位一位難求 但為了搶位置 竟然爆發爭執 又吊趕難看不過去 狂罵自止 大聲教訓就像在罵小孩 所有人全看傻了眼 搶座位朝周圓環也不遑都讓 小嵐兵老店座位全都是人 只要有人起來 立刻有人不問 排隊人潮直接毀堵到 人行道 你要吃熱的時候就可以吃得到 吃冰的時候上面也可以吃一下 如果是去玩的話 回家的話就會 每次就會來這裡吃 返鄉前趕快來吃一晚 小火火又冰冰涼涼的少冷冰 兩種滋味一次滿足 活近四天連假 民眾享受假期 但人一多排隊回堵 搶座位大罵 亂象層出不窮 記得張中華參觀前 王書宏高雄屏東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MING PAO CANADA